我呢用几十个残茧 亲手给一位喜欢中国文化的外国粉丝 做了一把残丝团扇 顺便呀带他体验了一波中国传统装扮的魅力 不知道哪个颜色的残丝 做出来的扇子好看 这金色还有白色各做一把吧 团扇寓意团圆和欢 亲手做的残丝团扇 给外国粉丝当做赠礼再合适不过了 三五分钟用筷子搅拌 牵出丝头 然后便可以拉到团扇骨架上面 旋转缠绕 这一步呢也叫做抽丝 这个残丝在扇面上转了几百圈了 才能勉强这样体现出来 这个环节怎么说呢 挺治愈也很费手 纵横交错柔丝萦绕 不得不感叹古人的审美和智慧 三个小时了终于把一把光泽 有质感的残丝扇给做成了 接下来呢再给它小小的装饰一下 丝是残用一生写的诗 没等破茧成蝶就被做成扇子 或许这不是残最好的归宿 但他的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延续了下去 这就是穿残道寺四方镜吧 接下来呢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一把金色的团扇 这个白色的看起来很典雅 金色的呢又很尊贵 你们觉得哪一把更好看呀 赶紧拿去给它看看 马上就见到我们这个外公粉丝了 在那等着 这个是一个祝福 我做了一把 这个是一把金色的团扇 我认为非常简单 谢谢 这个是美丽的 都漂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